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三国寒门逆袭的第一选择,居然是这个职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靠积德,五读书,命是投胎技术,是没得选的,错人得认命,不是所有的老爸都叫王献林的。 运势环境,八十年代,拜个摊就能赚钱,很多人不赶,九十年代买只股票就有收益,很多人不信,零零年代炒个房就会发财,很多人不做,一零年代开个网店就能致富,很多人不是。 这虽然是一段烂大街的广告词,但的确反映了这几十年的时代机遇。 风水说的不光光是老祖宗的福音,而是你这行业的祖师爷赏不赏你饭吃。 人怕入错行,你方向错了,再努力都不会成功。 有些家里风水好的人,祖师爷就是喜欢他,就是愿意赏他饭吃,同样的事情,他做事半功倍。 可如果祖师爷觉得你家风水不好,你再努力也是浪费。 天赋这东西不服不行,积德是包一词,但我个人觉得三国里的积德是有点异味的。 曹操是宦官之后,他做官后的第一件功德,就是仗毙了伪进夜行的大宦官,浅硕叔父。 国有常法,伪进夜行就该被仗毙吗? 还不是因为对象是大宦官的亲戚,还不是因为曹操知道自己后台硬。 曹操这种行为,传统历史都解读为曹操不畏强权,实际上这就叫积德。 这就是曹操在向士大夫集团交的投名状,同样,有时候,你积德是不一定有回报的,那你就要进一步的去积德了。 袁绍谋视陈琳,一直习文骂得曹操头痛都好了,难道陈琳跟曹操有血海深仇? 没有,他们以前还是很好的同事,但陈琳需要在袁绍那里积德,可以设想,如果关渡之战,袁绍赢了,陈琳孤武士气,鞠躬至尾啊,可惜袁绍输了。 陈琳只能卑躬屈膝地在曹操面前再去积德,一句剑在弦上不得不发,说的是多么的可怜,积德就是站队,屁股才决定脑袋。 读书是狭义的,广义的看,读书就是学习,你光读书不行啊,学习才是成功的重要途径。 可是在东汉,豪门正值使得阶层固化,寒门子弟就是想通过积德读书来获得成功,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本来呢,寒门就是无法与豪门在统治阶层相争的,因为他们的起点与机会都是不对等的。 豪门子弟只要想读书,他的父母会给他做好一切后勤工作。 总而言之,他们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了,其他的事都不用操心,而寒门子弟呢,温饱都是问题,也还想读书。 除了基本生活问题外,还有两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阻扰着寒门子弟的发展,一是家长的问题,难怪现在许多学校除了要考学生,还要考家长。 要知道,小孩子哪有喜欢学习的,熊孩子都是熊家长养育的,熊家长们借口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其实是对自己的无能或者懒惰做掩饰罢了。 他们放任自己的孩子胡乱玩耍,浪费孩子最宝贵地打造他们基础的学习时机。 这对寒门子弟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另一个就是学习方向的问题,三国历史上就有一个优秀的将领,他还算是败落的豪门后裔呢,家学尚存。 在他小的时候,就喜欢天天琢磨军事问题,只要看到一些山头,险道,河流,就想着如何率军通过,如何安营扎寨。 人们看到他天天想这种问题,都觉得可笑极了,本来嘛,你一个吃地沟油的命,操得哪门子中南海的心? 农家子弟,能学好架色就是有出息,从商的孩子,会经济之道就是有本事。 你一个要饭的,要是只会多种回字的写法,那不就是个工人取乐的孔一己吗? 这三个问题还是客观环境所造成的,很多有志想又懂事的寒门子弟,都能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努力。 可最后,他们还会遇到一道常人所无法逾越的心理鸿沟,那就是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是指一个人经历了失败和挫折后,面对问题时产生的无能为力的心理状态和行为。 当一个人将不可控制的消极事件或失败结果归因于自身的能力,寒门子弟一般都不怕辛苦,甚至他们原本就相信,努力了就一定能成功。 但事实上呢,当他们的上升空间一旦受阻,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崩溃的时候,寒门子弟要在上层建筑获得成功,是真的太不容易了。 而寒门子弟从小凶妇们就告诉他们,不管是学文学武,只要你能成才,攀荣赋奉是必然的,绝不会让你被埋没。 寒门子弟也相信自己族人的这种承诺,他们会比寒门子弟拥有更好的心理环境。 而且从家庭教育上,豪门更容易倾向于培养子弟们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非常实用的学问,他们也有条件会给那些努力上进的子弟更多的实践机会。 这是寒门子弟求之而不得的。 最后,豪门之间的朋友圈也是寒门子弟所不能想象的重要资源,诸葛亮未出茅庐,就被人们吹得神乎其神。 现在有大学生在说,诸葛亮也没有带过兵,刘备就三顾茅庐了,凭什么我找工作就一定要有工作经验呢? 你要是官二代,你也不用有工作经验的,可惜说这话的大学生肯定是寒门。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寒门子弟的逆袭之路那是相当的艰难,由于寒门子弟走常规途径逆袭艰难,所以在东汉立国不久后入宫为患,是寒门子弟改换门庭的第一选择。 首先可以提升朋友圈档次,只要寒门子弟一旦成为了宦官,就能融入到一个特殊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圈和豪门和皇族相交,其次是学习和历练的机会。 这些成为宦官的寒门子弟在常年累月服务于皇族的过程中,不但在军事和政治上能有着足够多的学习机会,更能比豪门子弟多出不少的实践活动。 毕竟他们都是被使唤惯了的下人,肯定要比一直高高在上的发号失灵者更清楚第一线的工作。 最后他们敢于豁出去,他们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会更加努力的去追求想要的成功,比那些顾虑重重的豪门子弟更敢于豁出一切。 所以他们也更容易代表寒门子弟取得与豪门子弟在上层建筑里相抗衡的资格。 虽然在各种丑化宦官的宣传资料中,宦官大多是没文化的人,而且又贪婪又短视,仅仅因为会讨好皇帝,所以才能忽假忽畏。 但更接近真实情况显然是成功的宦官,都有着一流的军事、政治、经济才能。 因为他们常常扮演的角色就是皇帝的机要秘术,只有取得这种身份,他们才有机会变得权倾朝野。 如果让宦官或宦官的后人们控制了历史话语权,他们的形象通常也会像那些贤臣良将一样,光辉照人。 三国制开篇就为了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光荣的宦官形象,宦官曹藤,是好人还是坏人? 大卫帝国的高祖皇帝就是一个宦官,所以当时的御用文人自然得承认,宦官也有好人,而且还是个大好人。 按照史书记载,曹藤在宫中三十余年,历史四地,没有过世,而且经常推举贤能,终无所毁伤。 他所推之人,如陈留于放,边哨,南阳严固,张温,洪农张焕,颖川堂,西典等,都是海内名人。 有一次,蜀军太守因继力修靖于藤,一周次使仲号于寒谷官搜得其书信,赏太守,并暴奏曹藤内臣外交,行为不当,请免官至罪。 皇帝认为,简自外来,藤书不出,非其罪业,于是搁置了仲号的罢官奏义。 曹藤却不以为意,常称仲号为能力,认为他有世上之节,当时人都称叹。 仲号后升任司徒,对人就说,今日为公,乃曹藤是立业,曹藤这形式皆此类业,这种凶襟气度,就是历史上能留名的仲臣, 又有几个能具备的呢? 当然了,同样是曹藤,在官渡之战时,陈林痛骂曹藤的习文中,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司空曹藤祖父藤,故忠尝试,与左官徐黄并坐妖孽,饕贴放纵,伤话虐人。 总而言之,曹藤的干爷爷既然是大宦官,他自然也是一个变态,邪恶的化身。 那问题来了,哪个曹藤才是真实的曹藤呢? 显然就是看谁胜利了。 如果当时袁绍取得了胜利,曹藤的历史形象,估计也只能以心理变态,贪婪邪恶的形象出现了。 问题是曹操胜利了,曹藤的形象瞬间就高大的,让人只能仰视了。 其实,在后汉书里,有对宦官比较公允的评论,宦官这种人,他们与普通人不同,名声不好,不是出身于贵族大家,推情未见其臂,积事亦以取信。 夹见染招式,颇时点误,故少主凭紧救之拥,女军资出内之命,故仿无猜胆之心,恩侠有可悦之色。 亦有忠厚平端,怀树揪邪,或敏才挤兑,视巧乱时,或借欲真良,先时见欲,非只苟字凶德,只与抱横而已。 然莫邪并行,情貌相悦,故能回霍婚幼,迷茂视听,盖意有其理言。 宦官也是有好人有坏人,只是他们行事为人都差不多,很难区别罢了,所以就更容易被全体恶魔化。